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對啦,大家最期待的詐騙系列又來了 這個東西這幾個禮拜一直在我的FB洗版 每次開FB的第二則消息一定都會是這次的廣告 那其他的內容也真的蠻有爆點的 就Reality手鍵,它是一個遊戲機間行動電源 我當初也不知道是哪個天才發明這個東西的 遊戲機結合行動電源...就... 你想想看嘛,用途到底在哪 你用行動電源大部分就是在充手機嘛 那你既然都有手機了,那為什麼不直接玩手機的遊戲就好 可是後來想想,的確手機如果邊充電邊玩的話 那個充電速度會很慢啦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沒隨時玩遊戲就會死的人 那這款行動電源或許適合你...吧 反正我們就先看他們怎麼打廣告吧 然後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將前後介紹四次詐騙的東西 他們介紹網站的排版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呢 當然我不能把話說死啦 可能還是有這種排版,然後賣正常的東西 只是怪如果買東西時看到跟這個十分相似的排版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 遊戲機移動電源 8000mAh and 416種遊戲 超夯活動 1180塊一件加700再得一件 第二件700塊超夯特惠 漲上充電寶遊戲機全清升級 所以開頭就跟你說它有8000mAh的電池容量 跟416種遊戲 然後賣你1180元 能打遊戲的行動電源 既是遊戲機又是充電寶 8000mAh超大容量 內置416款經典遊戲好玩又實用 平均兩分鐘售出一個...哇... 其實光是看到這裡我就能確定 這次的廣告應該是比上次Switch Lite還要用心多了 底下還有動圖啊,我們來看一下 你不覺得這張圖已經有BUG了嗎? 照理講應該要消掉兩排的時候 它只消一排耶 你確定我們玩的俄羅斯方塊是一樣的嗎? 然後這個畫面我之前有看過 它是一個叫做CTWC的比賽 簡單來講就是全球性的俄羅斯方塊比賽啦 正好相信賣這產品的人放這張圖想表達的 就只有...它是俄羅斯方塊而已 是不是手癢癢相機的小夥伴一起玩耍童年時光? 哦,所以它是想藉由一開始的俄羅斯方塊 來讓你開始回憶起童年 進而引發你想買這台遊戲機的慾望啦 那其實我覺得他們做的蠻好的耶 啊是,我的標準是已經叫成這樣了是不是? 欸不是,這個真的是比上次那個好太多了啦 上次那個只跟你說它有99萬種遊戲 然後其他什麼都沒跟你講 這個除了告訴你有416款遊戲 還把整個遊戲名稱都列出來了 欸只是這樣你才400款啊 你另外16款跑到哪裡去了 然後下面的圖又要開始讓你懷舊了這樣 小夥伴們重溫經典 還把他們的產品的圖屁了上去 而且這次的產品示意圖也很單一耶 從剛剛到現在都是這個外型 那可能真實的產品還真的長這樣喔 你看,環面你真的是行動電源的樣子啦 這到底是什麼要素啊 而且顏色也蠻多的,6種給你選 還有中英文雙版本喔 這到底是賣給多少國家啊 而且下面還放風之谷的圖 你確定這個遊戲機可以跑風之谷嗎 然後看來這台是用亮面的邊框 加上霧面磨煞的機身 那不就跟iPhone 11 Pro的處理方式一樣嗎 那這也是它的按鍵介紹 所以你看,它遊戲機部分的開關 跟行動電源部分的開關是分開來的 兩個互不相干 所以我想這台裡面的結構 應該是行動電源分一邊 遊戲機分一邊吧 可能兩邊完全沒有電路接著咧 就只是包在同一個殼裡面而已 不過遊戲機的理念 可能就是共用在電池裡面的電腦 就是這深深8000mAh的電池 充電不發燙喔 也有可能是因為它充得很慢啊 讓你發燙都來不及這樣 智能電路這些也要拆開來才能見真章啦 輸出電流達2.1A 這個也是可以透過儀器來測量的喔 它還做了一個 跟其他遊戲機行動電源的比較 休息一下 你的意思是還有其他遊戲機兼 行動電源的機把嗎 真的連螢幕直升都比較進去耶 而且你看這個A產品的上面 這四個孔 該不會就是行動電源的那種電量指示吧 是我已經跟潮流脫節了還是怎樣嘛 市面上有這種東西我完全不知道 開始擔心這部影片放上來之後 會有一堆冒我心底之蛙了 總之這邊它跟你說在這款行動電源的好處 而且還貼心提醒你不要沉迷遊戲 這點給好評 然後這裡是它的規格 明明塞了遊戲機跟8000mAh的電池 重量還是只有192克 這個會不會有點太輕啦 那這裡就是他們產品的示意圖 到底是他們P圖功力變強了 還是真的拿這機器去拍攝的啊 我已經有點混亂了 有一種虛虛實質的感覺 底下這裡也有它的評價 還事業喔 哇靠 充電非常快 最大的優點就是足量 用起來非常方便 是出差旅行必備品 還可以拿著打遊戲 還是很實用的 很喜歡 特別石灰電量足非常不錯 電量持久耐用 比想像中更好 果然沒有那種失望 還可以拿著打遊戲 為什麼你們講的話有點雷同啊 不對 這事業的留言內容 其實真的都不太一樣耶 這個有用心喔 我要評價是不是 好玩一下 哈哈哈 你看即使我們還沒有拿到產品 我們就可以留言評價了 這樣交出去之後會顯示在上面嗎 雖然是找不到我的留言啦 可是我發現 他們的留言不是一味的只給5顆星耶 你看這邊都有4顆星還有3顆星的 派送錯商品 這個實際是有點嚴重啊 不過這真的也能提高一點 消費者的信任度就是了 可是不行 你們看完這部影片之前 絕對先不要相信它 而且這次也告訴你購物的流程 退完後流程也有 只是拜託 這個參考就好 千萬先不要去相信它 雖然說啦 他們只強調這款遊戲機器中電源 就是想要喚起你童年的電玩回憶 只是老實講 要論我自己的電玩回憶 反倒是國高中時期的Minecraft 比較能讓我懷念耶 沒辦法 我比較年輕嘛 所以其實他還是沒有辦法說服我去購買 因為 就沒有共鳴啦 只是後來我想到啦 會不會其實這台遊戲機可以玩Minecraft 只是官方沒特別提到而已 你看 剛才說416款遊戲 結果只給我們看到400款遊戲 搞不好Minecraft 就在這隱藏的16款裡面啊 所以我決定在他們天文底下留言 問他們這款遊戲機 行動電源究竟能不能玩Minecraft 如果他們說可以 我就買下來 幾天後我開了這貼文的留言區 看了他們回覆的是yes or no 結果 他們刪了我的留言 OK 是因為你們遊戲機太強大 所以不願意向我偷漏就是了 好啊 那我們來看就知道了嘛 誰怕誰啊 這邊可以選的顏色就多了 他們還只能6款顏色可以給我選耶 那我就選熟悉的黑局配色好了 我是不是又通通賣價了啊 於是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 這個包圍是我好幾個月前就拿到了啦 只是之前一直沒時間好好開箱一探就進 然後就這樣拖到當兵了 有了前幾次開箱這種產品的經驗 能預計到裡面應該真的是能當行動電源的遊戲機沒錯 只是實際功能是否與宣傳內容相符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地方了 不得不說 這箱子看起來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耶 相比上次虎爛到家的Switch Lite 這個包裝至好跟網站中宣傳的一模一樣 而且還是有牌子的耶 這應該是這系列裡面第一次開到有牌子的產品 廠牌名稱叫做WMLE 完了 查了一下這似乎還不是個小牌子啊 還除了這個iPhone手機殼結合遊戲機的東西 看來這牌子是想用各種方式 將遊戲機結合在各種東西上面就是了 這樣看來 像自己的東西看起來應該確實跟網站上的一樣了 那就別多等啦 直接開箱吧 其實包裝是蠻簡潔的 除了這個遊戲機本體還有一條線 好像什麼都沒了 比方這個還給你視訊輸出線跟收納帶什麼的 那也跟意料中一樣 外觀跟網路上看的基本上沒差別 今天都是塑膠的 可是有這種紋路還不錯啦 螢幕已經有很多光盒了 不過這外面應該還有一層膜吧 按起來壓感是還行啦 不會說太鬆 至少要玩它玩個10分鐘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這個按鍵沒意外應該就是 嘿對 行動電源的開關 然後另一面的開關就是遊戲機的開關這樣 Game Power 然後確實是跟網站一樣的8000毫安時 生存啦 雖然最大5V 2.1安的輸入 輸出則是一邊5V 1安 一邊5V 2.1安 是一個10瓦的行動電源 10瓦在這個動不動就65瓦 100瓦的快充年代 當然整個被比下去了嘛 只不過它獨特的地方當然不在什麼充電速度上面 我們來開機就知道了 有點給它小聲耶 可是它的音量鍵 這個啊 所以它是有三段調整的 所以它的幻影畫面就是我們選中文跟英文 我們就選中文 為什麼又有憤怒的小鳥啊 這裡看一下這台也有那種超級出自爛造的Angry Birds 順帶一提這台已經不能開機了啦 它在某一次拆機之後就被我搞壞了 那它號稱內建416款遊戲嘛 所以實際上 好是真的416款 不過它應該也跟上次一樣 就是好幾個遊戲都是複製貼上的 憤怒的小鳥3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 複製品嗎 不過這樣翻下來好像很少遊戲是名字重複的耶 然後這真的416款 我們就直接來個憤怒的小鳥 不然這BGN它就心腦了 好各位觀眾我錯了 這個Angry Birds又是不同版本的Angry Birds了 這次連憤怒鳥的紀念BGN都沒有了 是這種8bit的音樂 好啦那就開始吧 WOW 比之前玩的憤怒鳥還要撿都是怎麼一回事啦 這辦法更隨便了 只能上下調固定的角度 所以發射的話就是 欸 喔 至少它有物理效果啦 OKOK 那這個憤怒小鳥3又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個是它的demo畫面 你跟我說這個叫憤怒小鳥 所以我們的小鳥變成只會跳不會飛了 這是不是異智遊戲啊 那我們這樣子要怎麼上去 好像輸了耶 重來好了 喔 好像稍微會玩一些了啦 幹 這關就是要我們推一箱子過去了 喔呀 它只有會死掉的時候才會起飛啊 推一滴遊戲是不是沒問題的啦 底下有一個開關不知道是幹嘛用的 喔 強 重點是這他媽已經不是什麼憤怒小鳥好了嗎 它還有什麼植物大戰殭屍啦 那 OK 你根本就是把一開始憤怒小鳥 必須會放進去而已啊 不過我們法好像不要心潮了啦 這邊有一個花束游標 其實我以前從來沒玩過植物大戰殭屍耶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他怎麼玩 不過整個概念好像差不多是這樣子沒有錯 雖然的話是整個崩掉啦 不過至少跟剛才 完全不是憤怒鳥的憤怒鳥還好多了 城市精靈 皮卡丘 反正也是這種會帶你進入童年時光的冒險遊戲啦 至少這種感覺確實是一般最新手機沒辦法帶給你的 所以這個行動電源確實有它存在的必要嗎 雖然有超級瑪莉耶 這應該就是真實紅白機上的瑪莉歐啦 然後整個音樂還生氣的是怎麼會一回事啊 這個應該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就是跟一般的瑪莉歐一樣了 五千分 哇 那下面的遊戲應該大部分都是以前遊戲機這樣直接逛過來的吧 對啊這看起來應該都像以前紅白機的遊戲啦 2010年的遊戲應該就不可能是以前卡帶的遊戲啦 可是玩法還是跟以前那種冒險遊戲差不多啦 這是2010年的遊戲嗎 不知道我有沒有跟他講過耶 其實這種八倍的音樂對我來講都很有吸引力 而且這個音效跟音樂聽起來真的又比之前這個假Switch Lite還要在古早了 還有變形金剛2是怎麼回事啊 1985年最好是有變形金剛啦 這什麼翻譯 啊怎麼又有一個變形金剛啊 裡面根本就是不同的遊戲啊 啊救命媽媽媽媽媽媽媽 難確定的是它的遊戲真的很多啦 至少我這樣選過來還沒有遇到一個重複的 喔所以40年前的一個遊戲就長這樣是不是 這根本就是OASU的接水果啊 到底還有什麼遊戲可以給我選的啊 我好想玩一下其他特別的東西喔 不過這個炸彈超人也讓我想到 以前我媽的手機遊戲也有一個是炸彈超人 以前我自己沒手機然後就超愛玩我媽手機的啊 而且那個時候應該還是彩色手機剛開始的年代 那款炸彈超人還是用那種超慢的網路去買下來的 我記得一款遊戲還不便宜啊 而且跟這個差不多簡陋 不過那時候就玩得很開心啊 也造就了很多童年這樣子 其他遊戲我看也應該也是差不多類型的了 總之遊戲的部分就到這裡啦 好啦 現在你們另一個其他地方來了 那就是這塊怪東西裡面究竟是什麼模樣 其實它設計的蠻嚴密的耶 沒有任何螺絲露出來 OK 慶幸的是花了半天時間終於把它給拆出來了 但難過的是我基本上把所有的卡榫都拆爆了 其實構造還是很簡單啦 就是一顆電池跟這個遊戲機的部分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個黑點 這個就是遊戲機處理器所在的位置 之前拆解那台遊戲機的時候也有網友糾正過喔 這塊黑點就是CPU啦 所以這塊電池就是供電到遊戲機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分享出來 然後系統電源的控制器跟遊戲機的這些部件 都集中在一個電路板上 那它螢幕就會接在這個電池後面這樣 然後它的電池是用這種泡棉來固定的 有一點廉價啦 光說有什麼內置智能晶片控制電路啊 這些我想還是看看就好 我也不是什麼達人 不知道哪個晶片是代表什麼 不過我看一下這個東西原始的價錢 699 嗯 安全防護什麼的還是先算了吧 更何況我看的那個網站上它賣1180 從這邊來看已經證實我被學了一筆錢了 不過講了那麼久 我們還有一個部分還沒完成 一開始我有說到要查清這款行動電源的真相嘛 目前看來遊戲機加行動電源這點 它是做到了 可是它的電流輸出是不是真的有2.1A 還有它的容量 是我真的有8000mAh呢 現在 我們就來一探究竟 對 為了這顆行動電源 我又花了2000多買了這個電源檢測器 花了錢都比行動電源本身還多了 不過至少往後也用得到啦 那麼首先是電流測試部分 我交換充了我手邊好幾個裝置 包括手機、平板、另一顆行動電源等等 最後發現它跟標榜的還是有些差異 本來是說一孔輸出1A 另一孔2.1A的 結果時車後發現 兩邊都超過了1A 但最高都沒超過1.6A 不過影響充電速度的因素有很多種啦 包含裝置本身最高支援電流 還有兩邊之間有沒有都支援的充電協議等等 所以這顆行動電源有沒有2.1A輸出這點 我還不敢說死 不過我這裡測試是沒有的 但只好其中一口輸出比標榜的還高啦 但接下來這個就比較好判別真偽了 那就是它的容量到底有沒有8000mAh 測試之前我將這顆電子給充滿 並且接上另一顆幾乎沒電的行動電源 這顆行動電源有2萬mAh 所以不用擔心充到一半就滿了 那中間這顆檢測器在測試前 也有將mAh計算給歸零了 現在 我們就近代完全榨乾這顆遊戲機行動電源的那一刻吧 就這樣充了幾個小時 行動電源已經完全沒有電力輸出 就連遊戲機本體都開不起來了 而它究竟輸出了多少電過去呢? 答案就是... 3825.9mAh 雖然我明白 行動電源在充電過程中 考量到能量轉換與耗損 不可能將8000mAh完全轉移過去 至少會損耗個85% 不過這次能充的量還不到標榜的一半 這個就有點太誇張了 因此容量這點 確實就有廣告不實的嫌疑了 各位買行動電源時也真的要好好注意這點 總之以上就是這次購買來路不明的遊戲機行動電源的一切過程啦 也算是體會到世界上這種奇葩科技產品的存在了 不過雖然這次拿到的東西 不像上次那樣徹頭徹尾的廣告不實 但這才是詐騙商品恐怖的地方 因為這次如果沒有查證測試 老實講 是我也很難看出哪裡不對勁 然後就這樣被多坑了幾百塊 還買到一台容量虛標的行動電源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這部影片只是拍給大家娛樂、開眼界之用 來路不明的商品 真的別亂買啊 尤其行動電源這種可以很危險的東西 真的還是買個有牌子的比較有保障喔 那麼影片就到這裡了 其他詐騙系列的各位 讓你們就等啦 要找到有意思的詐騙商品並不容易 更不用說還要等寄送還有開箱跟剪片的時間了 不過能確定的是 下一款參與不會再拍這種遊戲機了啦 到時候我再找我看有沒有其他有趣的東西 然後一樣 我自己買自己受騙就好 麻煩你們不要去買 總之各位就慢慢期待下一集的詐騙系列吧 絕對有趣的話歡迎訂閱追蹤一下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啊不對啊 所以我說那個minecraft的呢